大家好,我是City Telecom CBC的Mandy 是今日的MC 首先在这里和大家拜个连接 祝大家牛年大吉,金牛满屋,罗征虎马 我现在在这里先提提大家 头10个听完我们这个Webinar 再填一份Personaire的客户 会有财神亲身上来送大礼给你的 大家要留意 在这里很感谢大家今天抽空参加 City Telecom CBC和Spun举办 由Advanced支持的Webinar 今天的主题是Manage and investigate your data against cyber attacks 在今年在后疫情的环境下 企业都持续加速业务数码化转移 令公司营运得以有效维持 而在数码转移的大趋势下 企业的网络架架构越见复杂 而且运用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式 加上数据、伺服器上映等等 都令企业在维持资讯保安上越来越不容易 而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在这里有请Daniel 好,谢谢 谢谢 和大家拜访过 虽然不是早年 都拜访新年回落 是 关于2021年 Cyber Security的trend 我看到其实是这样的 真是主要是一个Cloud Security 下一页 谢谢 那为什么会Cloud这么严重呢 其实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之前 疫情之前 我都和很多客户都谈过 其实很多已经是 留意Cloud的deployment 或者会上Cloud 但在疫情之下 其实就会加速了它的上Cloud的速度 因为Cloud有两大特点 它on demand 在这么短期疫情的变化 这么急速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有些服务 在本身on demand 它支援不了 很多时候都会用 on demand base 的Cloud services 去帮助 去解决到它 延迷之急 另一样东西 就是说 那个subscription base的好处 也都会 一个可能会当一个临时的项目 可以用一个subscription base 去弹性一点的成本 去可以有更多的infrastructure 去支援 可能是web from home 或者可能大量要透过 可能要 一些web的情况 sars的情况 才可以有这么好的效率 去做到事情 这个情况 我们会看到Cloud的容量会很多 所以这里我们都 highlight了一些的调查 那会变成其实在2020年的话 其实很多的客户 你会看到 要么就已经是上了云 要么的话其实已经在选择 甚至乎各位 也都在来年浪费很多IT budget 会在cloud computing上面 而且有些走得比较前的客户 甚至乎有multi cloud的deployment 麻烦下一页 那其实上到cloud了 那我们其实呢 会再预见到有些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会有security的问题 因为在cloud的特点 OK 可能要等 那个screen可能要下一页 要等 OK 那上到cloud的话 其实呢 会说 我已经上到cloud了 是不是更加安全呢 其实整个平台 其实跟你传统on-prem 是不同了的 包括可能你传统的工具 去监控的安全性 在上到cloud 未必已经监控得到 另外就是说 关于可能 那个security的standard 那也都可能 过去的on-prem 是能够满足到 但是上cloud 是不是整个cloud services 都能够满足到呢 那另外的话 就是那个line schedule 就是说 上cloud的时候 可能你的同事 可能说 对传统的infrastructure 很了解的 Network Storage 这方面 inauthentication 甚至扶载 专业DNS 这些设定都好 但是上cloud的话 虽然上cloud 它有类似的 services 但是他们那个cloud 那个运作的情况 其实跟安向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要注意这个 可能那个screen的话 可能要再跳回去 刚才的画面先了 不好意思 跳回刚才的画面 是的 这个 那所以 也都会看到 它没有一个central interface 因为不同的cloud 其实有自己承担的方法 那如果以前你做得很好的一个 开文呢 那其实一上cloud的话 其实可不可以再监控到呢 那另外一件事 我们再看回 就是那个attack的层面 就是攻击面 其实会比hacker来说 是大了的 以前的话 如果 default 是on perm 那很多东西 它可能都是要 full EVN进来 但是如果用cloud services 的话 其实有更多的 已经有不同的通道 可能公司已经 可能 full Octer进去 或者 full 可能直接有一些cloud services 的话 好像 AWS GCP Azure Octer O365 那它又会直接 可以去这些cloud services 到lock in 那会变成 hacker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攻击到你们 那所以这边的话 是不是上cloud之后 这些东西都万全呢 那这些东西 我们是要注意的 下一页 那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就算上cloud也好 它甚至乎会已经有multi cloud的adoption 那你会说 会不会这么多客人 那我们其实看回都会有的 对了 因为可能你们 可能Ice的频道 可能选择某间厂商的 但可能你们PaaS SaaS的频道 可能用其他厂商 其实这样已经牵涉到multi cloud 那multi cloud的话 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下一页 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厂商 我们有multi cloud 那你会看到 我们现在是有不同的cloud provider 每个cloud provider 其实它都有自己不同的cloud services 你们都可能各自去用你的 不同的需要去选用 下一页 那每一个服务里面 其实有不同类型的服务 可能有些是利用它的 database 有些是用它的computing resources 有些是用它PaaS的服务 有些是用它Servitness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传统的一些security的方案 是否真的能够遮到 这些cloud services的安全性呢 或者是否可以一个 一个升高的view 去看了这么多地方的安全性 因为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hacker的话 我知道你有几个不同的cloud service 去使用的 我可能去不同的地方 都尝试攻击的 最简单可能我试试DDoS 或者试试DDoS 你的hacker就其实无所遁忍 如果你是分散的话 你可能去A的平台那里攻击 接着B 其实你没有一个single view的话 你又不知道去 那其实原来你有一个single view的话 你会知道原来这个hacker 或者你的IP 或者在某个家里的攻击 他尝试try你们不同的service 所以这件事呢 不同的technology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整合的 麻烦下一页 那有些客户会说 其实每一家厂 其实他们的cloud provider 都有自己的security的方案 就好像WS 他有Amazon的cloud watch 那Azure的话有Azure monitor 接着GCP的话有operation monitoring 他一直在图住不同的cloud services 接着可以做一些security的monitoring 或者做一些auditing 但是你的服务越多 其实你的console 你的分散的资料会越多 那除非你们的同事已经说 我遇到一些攻击 我马上就去到我的cloud services 拿不同的资料 来重整整个攻击的状态 如果不是的话 这些数据是很分散的 也都很花时间 把问题所在 那最难的话 就是很难有一些的同事 是认识了这么多个平台的特点 所以如果有一些的方案 其实有些专家已经帮你 每个平台的特点 的常见的攻击 他帮你做好detect 那你可以一个view 可以只是report回给你看 不论你的view account都好 他都会帮你找出一些存在的风险 出来的话 那就免却到你们的同事 去花很多时间去找问题 反而是看到问题 你们之后去处理 这个时间就更加重要 好 下一张 麻烦你 那更加复杂的话 就是说 很多客户 其实刚才就算是multi-cloud 都好 他通常都还有on-perm 就是很少一次过 已经全部走完cloud native 那你会看到 你会更加多的工具 一遇到问题的话 你会更加多 又有on-perm的一些工具 在这里放回on-perm的东西 所以会令到你们处理 一个可能security的 我认为flat hunting 或者一些security monitoring 是更加困难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年就是说 你们会想cow 接着会遇到很多的 攻击的漏洞 每个厂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你又要很短时间里面 学会不同的一些 停台的特性 而找到他们的问题 所以这件事呢 如果做得不好 做得慢的话 有机会是可以 成为你们更大的漏洞 所以我们会认为2021年 怎样在想cow之前 multi-cloud security 是很重要的 谢谢 想cow 我们可以交给John 好了 大家好 我是cpc security 的problem manager John 我都略略地说一说 我自己对今年security trend 的看法 其实在这个疫情反复之下 我相信今年远程工作 仍然都是customer 采用最多的这种方式 越来越多些企业都会选择去上环 或者用一些SARS的平台 正如刚才Daniel所说 其实企业是享受 环服务的这些快捷 便利的同时 亦都不能忽略 除之以来的一些 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 由于上环之后 有些IT环境更加复杂 数据更加开放 其实所面临的一些安全威胁 也是越来越严重 包括要考虑到一些監控 分析 现对 应对 都是需要去考虑到的 大家也可以感觉到 其实最近 经常听到全球各地的一些 网络攻击 包括数据洩漏 由哪些下属 受到这个 纳索病毒的攻击的新闻 而且也有愈加频繁的趋势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给企业的一些建议 用现在比较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要普团作战 其实举一个纳索病毒的例子 其实hacker 发起纳索病毒的攻击 都是很明确的分工的 有专门去制造这个病毒的团队 需要技术能力 有散播这个病毒的团队 需要一些海量的联系人 email的地址 这些资源 又有个专门是收取这些资金 有人如果给比特币 这些团队 有人收 收完之后 又要去分装 将这些比特币 转成现金 就是花钱 就是奔去你岭上的这些派对 很明显这些都涉及了 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不单单说我会死一个病毒 就算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连hacker都开始普团作战 那么企业 就是耿耿平自己一己之力 是很难以抵抗这些攻击的 所以我给企业的建议 都是需要和一些专业的厂家 专业的服务供应商 包括soc团队 或者攻击都会针对远程办公 或者web的一些应用 或者是云平台 云服务 但是企业都不需要太过精光的 可以和我们优秀的厂家 和我们的服务供应商 一起合作来 凝对这些威胁 那么至于我们cbc 作为一个服务供应商 我们专业的社会团队 如何可以帮助到凝对呢 那么在之后的presentation中 我会详细再去介绍的 那我来来来分析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观点 Mandy又交给你 好 多谢John和Daniel 两位分享了2021年 最新的资讯保安趋势 因应今年最新的security trend Spunk在技术上 相应都提升了些什么呢 去协助企业去减低风险呢 可否有请Daniel 帮我们讲解一下 好 没问题 好了 刚才我讲了 就是cloud security 对我们的今年来说 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题目 因为大家可能忽略了 上cloud 之后就安全了 跟着其实 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做得好的话 反而会成为一个新的保安的漏洞 其中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cloud security 是一个share responsibility 来的 是一个共同责任的model 什么叫共同责任制呢 其实就是说 很多人以为上cloud 就说 那我就将东西 就host 在别人那里 最简单 我先做iSE iSE 我有些instant 在cloud provider的厂商里 所以他当然 hardware counter security 都是他负责 那我所有的东西就 就好像外判了出去 就不需要自己搞 但其实大家有留意到 share responsibility 这个model 其实每一间cloud的厂商 都有他的明文规定 就是turns and conditions 其实你们用不同类型的服务 最流行可能有三大类型 iSE pars 和sars 就算你说去到sars 我用到sars的话 你都看到不同程度 粉红色那些 其实都是客人要自己去管理 所以这里客人是有责任 就是说 就算你这些东西 举个例子最極端 放上sars的话 比如user的assess right password management 这类东西 可能data的policy control 这个东西 如果你设定不对 其实cloud provider 是没有责任 去保护你的资料 所以其实你们都要设定好 所以要不 你们刚才我就会说 你们同事就说 好了解 每一个sars的服务 每一个cloud服务的特点 你知道上去可以负责 如果不是 你说上去你就觉得 已经给了cloud provider去处理 你没有留意的话 这件事的保安留度 就会时常出现 所以你们看到 那些cloud security 可能有时候 你会看到近期有些新闻 可能关于上了cloud 去用sars的服务 都会有一些问题 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 可能很简单 可能是authentication rule 设定不是那么好 可能password policy 或者authentication 那里的setting有问题 令到这些潜在的hacker 可以进入来 那这件事 你说你overlock了 其实会比你没有想cloud更加危险 那当然了 你甚至乎用is的话 甚至乎更加 可能oos平台的patching applications的update 其实都要记得自己做的 那所以这件事的话 你也要知道这件事 那而每一个cloud的platform 其实呢 他们都有自己的 rules 那所以其实 你用开的话 去仔细看看 这个responsibility model 其实就不是问题出来的 其实每个cloud provider都会有 那所以你会具体知道 通常当然是一些computing power storage data base 这件事 networking 都很明显是我们叫做 security of the cloud 是datacenter 就是cloud provider 会做 但是有一些security in the cloud 比如上面的data applications content network policy control identity access control 这类的话 你的data算不算是acryption 这些其实大家都会有责任的 如果这件事 你不做好的 其实可能底层 你做到cloud provider 做得怎样好 都会有漏洞 那如果有兴趣想知道 这个这样的风险 就是潜在风险的朋友 其实下面一条link 你会看到 就是国外的一个调查 其实它列出了 就是说想cloud之后 一些的 十一大 是不是十大 十一大的危机 简单给你印象 其实你会看到 其中有五个的危机 其实是 purely customer 的责任 就是刚才是 你刚才说粉红色的部分 如果你那里做得好 那这五点就可以做得好 但是如果你上到cloud 你没有不略了 刚才在cloud上面 粉红色的地方的责任 你就会影响到 你们的security的安全 那所以 你们需要做什么呢 你们需要第一件事 因为在cloud 是很多的users 甚至乎可能 一些第三者的hacker 都可以access到的 所以我们会标榜 在cloud security 里面 你就算是mon到的话 第一件事 你要做到real time monitoring 很重要 够快 可以by user by entity 的context monitoring 有一个很好的deployment 和operation support 这个平台要移用 它会连结到一些最新的 已知的frag 就是一些感现的攻击 而这些模特 通常是一些比较知名的机构 提出来 它会拿到最新和最详细的资料 还有就算知道问题的话 这个平台应该都要有很快的方法 给你去解决问题 因为你知道问题没用的 最快知道也没用的 你要最快解决的 所以你们会需要这样的平台 当然spunk 我们可以就是捕捉 就是你刚才粉红色的部分 你说我忘了做 没有去做的 spunk是帮到你手 因为spunk是by default 刚才那三个cloud的 不同的一些资料 因为我们都可以 给spunk去分析 包括一些audit lock 或者可能是一些operation lock security lock endpoint lock network lock 这件事的话 我们分析了之后 就会提出一些潜在的风险 那你说这种风险 需不需要自己去写呢 不需要的 我们有些专家会帮忙 那这个比较high level的architecture 就是说 其实呢 刚才也提到 每一间厂商 都是cloud provider 都会有自己的一些security 一些alert的 那这个东西 本身是分散不同的平台 其实一次过就可以 订阅过来based fund 而且不止是cloud的alert 你可以传统的onperm 因为你有机会还是hypercloud 传统的一些data 你都可以再一个地方 订回去spunk里面 那所以你看到 右边呢 我们是一个平台 那我们会有一个 可能在那个坊间来说 我们叫做siem 就叫做enterprise security 就可以收到一些 在onperm和cloud上面的一些data 那这个data呢 我们会分析有个潜在的风险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说我们引入了machine learning 除了我们会读一些 以知的 根据一些以知的攻击 我们会做分析之外 我们用machine learning 做一些未知 即是未发生的问题 我们也会做个预测的 那这所有的预测 其实都可以再订给一个叫做 soar的产品 那它会令到呢 就是叫做phantom 它扔了下来之后 它就会将一些的问题 透过一些自动化的playbook 去处理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整个spunk的平台 可以在multi-counter上面 包括on-prem 可以做到这四量的 Investigate Monitor Analyze 和Act 那这里会简单 会highlight的 所有这四个step 就是由去调查Monitor 去分析到去解决的问题 都是一个platform 就是我们叫做mission control 那所以所有的资料在那里分析 在那里看 和在那里 take action 那我首先highlight 讲一讲 Investigations 和Monitoring 就是开头这两部分 那我们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收集这些这样的资料 其实不困难的 最困难的话 我怎么挖掘这些存在的风险 因为对很多的IT的security 和你的朋友来说 你要了解这些security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对我来说 都是很新的 那其实呢 在国际上面 会有一个很常用的 一个security的framework 其中一个叫minor attack 那其实 左下角其实也有一条link 这个是公开的 你可以去看 其实它都列出了cloud 一些常见的 已知的攻击手法 如果我们发觉 有一些我highlight了 在这里 highlight了 在一些关于computing resources中间 如果你做得不好 即是你的instant 即是你设置得不好的话 有机会就可以受到攻击 我们已经是 将你这些东西归类了 为什么第一样东西要归类 这是关于instant的东西呢 因为spunk 我们就会相应 要detect 譬如这里 highlight了这三个类型 关于一些computing resources的cloud 上面的攻击呢 我们就会什么呢 我们就会相对应 会收集 譬如刚才说的三大运的平台 他们instance上面 譬如EC2 Virtual Machine 或者GCP的computing engine 去收了它的一些资讯 我们就会做分析 这些分析的话 我们还跨平台的 譬如举个例子 我们可能收的东西 发觉有个hacker 又进来EC2 又进去Azure的Virtual Machine 做东西的 我们不会为独立两个report 我们会说 你都是进来 都是进来想攻击instance 我们会知道 追踪这个人 原来在尝试不同的cloud 都在做一些有攻击性的地方 我们可以一次过 真的在一个overweight去做 这件事 我们spunk已经做好了给你 同样道理 刚才那个表 关于cloud security 有一些是关于cloud storage 的攻击 我们也是归类了 譬如这里 举例子有两个 是关于cloud storage 的攻击的 这里的话 我们相对应 又是会收回不同的一些cloud 譬如今次我就收了什么呢 Amazon的S3 或者其他的Azure 要收回Store Analytics 如果收回它的资料的话 我们又会进行一个分析 很简单 就是刮类里面的东西 那你们ID的同事 就不需要知道了 任何不同cloud的攻击手法 我替你写好了 最重要是说 我们分析确实结果 来看看report 看下怎么处理 那所以如此类推 譬如我们有些是针对 network DNS的攻击 cloud上面 现在讲的 我们也都会 如此类推 我们会收集好 不同的一些log 比如 ağust arm 或者Azure DNS, Cloud DNS, Google 我们会这样收取 Authentication 也很重要 刚才说的也是跨平台去Login 接着去Hack不同的Cloud 关于这样的手法 我们又有三个常见的手法 我们会identify出来 接着也是收集不同Cloud的一些相对的资讯 例如IAM, Active Directory 这类这样的东西 我们会detect到 所以好处就是说 我们所有东西就做好了 无论什么Cloud也好 你们的同事就专注解决问题 不是做一些对Cloud很熟悉的 要做的detections 那就是保留的 就是刚才那些粉红色的部分 我们保留 好,做完之后 我们就真的有一个平台 可能再划心一点 我可能有个alert出来 这个alert的话 作为一个security的同事 你可能再问的就是 我可能再想分析一下 有多些资讯 Application Data and Secure 是否Compliance 接着可能是最近做的什么change 就是它想可能再找多些资料 因为很多时候的alert 未必是一个问题的所有的 有时候只是一个表象 它可能就是我们要 有不同的地方 找多些资料 砌入故事 例如Ransom Attack 一个这样的故事 其实可能之前 因为你已经收到那封电邮 那封电邮 可能有一个有问题的档案 而你卡进去 再上了一个黑名单的网站 接着它下载了一个有问题的 Ransomware 的Malware 接着你会中毒 可能是一连串的东西 所以这方面的话 我们也不止一个alert 我们会帮你 有整个故事的串联 所以这个故事 即是一个story 关于不同的云 我们也是根据刚才的Malware 这个model 我们会做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表达 所以你的alert 一出现的话 我们会map 就是说 是不是一些常见的攻击手法 这些详细的report 会给到你 例如举例是一个awas user investigations 的report 我们会做到 另外可能针对awas s3的攻击 整个故事来来去脈 我们都会做给你的 所以这件事的话 你会更加清楚是什么呢 就是report 因为很多时候 alert 出现 其实你不知道 到底到底发生什么事的 这些report 会给你知道 真正的问题所作 可能最终 例如去到reformer的例子 就是因为你 对于某一个电邮 可能的domain 没有设定是黑名单 所以之后的东西 就一直这样做出来了 所以这件事的话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story 这个story的analytics 可以做出来 我们其实除了cloud的incident 其实你可能有些客 可能已经走緊 Docker Kubernetes 亦都是走在 这三个大型的cloud上面 那我们reordidlog 其实一样可以拿到 我们也有 在Kubernetes里面 拿一些这样的data 去做一些Docker上面 container上面的攻击 我们都会做到的 所以这件事就令到你上cloud的话 会有更多的精灵 其实就是看一下 如何去tune好performance 如何去deploy 而security的问题 上面的东西 就交给Spunk去做就行了 那最后是Actions 那我们Actions的话 我们也有个tools 就是说叫做SOL soar 那里面的好处就是说 这些问题可以扔下去 它就会执行 它们有不同的playbook 写好了 这个playbook 第一个好处就是执行 它会标准化 执行得很快 而且所有东西的话 也会有documentation 有reporting 会给你们 那这些playbook 这个就是outlook 就是真的像visual 那样的形式去画图 但是这些playbook 我们都写好给你们 譬如针对cloud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要take many actions 左边的话 有些不同的playbook 我们写好了 所以你可以立即plug and play 去使用 而当然我们怎么会 展示右手边 这样的dynamic 就是我们怎样做个workbook 就是说可能你们需要 根据你们业务需要去调整的 你们都可以随时去调整 也都不需要特别写什么programming language 他们可以做到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 我们这个sol的工具呢 也都可以整合到很多云的平台 或者security平台的API 那好处就是说 刚才的playbook呢 其实它可以执行去第二个 比如举个例子 我刚才行过playbook 最后的结果 我是要立即要关掉 EC2的instant 那因为这边的话 我们会在这里看到 我们会支撑到不同的一些 一些instant的架构 我们就会可以去这样做 那我们其他的template 可以帮助你手 所以这个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的playbook 可以从AWS的security hub 拿了一些security的资料 一些finding 跟着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这个incident 到底是不是有些ioc 即是有些compriments 的一些情况 有的话 我们可能的action 最后要isolate 这个security group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些这样的做法呢 我们已经做好了 兼自动化的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整个solution的话 你上了cloud 粉红色刚才的customer的责任 可以透过我们 可以做一个single detection 去分析 甚至去take action 所以这方面的话 亦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是这么快 更容易去解决到cloud security的问题 那最后的话 这里有个小小的quiz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刚才我说的一些 比较快的一些update 你们会领略到多少 那我会问一条问题 但是待会呢 你会有个选择的 那么ABCD 待会你们就在30秒之内 你就决定选择你的答案 那答得最对 答得最快的朋友呢 就有机会赢到一个叫做 凶行施生机的 是一个流动的 这个疫情很好 好的 OK 那所以呢 我现在就会准备一个这样的po 等一会儿 你们的画面会po出来 那就是关于我刚才说的内容 好 那我先选择 那我会解释 那你们也可以去作答的 OK 那我会说一二三 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在你的螢光幕 你们可以去选择了 你回答ABCD 其中一个答案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 那Card Provider 其实是不是 Deford已经复杂了100%的customer security呢 那我们有三个 四个答案给你们选择的 第一个就是 是的 Deford已经不需要做其他东西了 复杂了 那第二个答案B 就是说 你如果用SaaS 它就会复杂了 复杂了 那第三个答案C 就是说 没有的 没有的 因为如果你用Ice和PaaS 它其实就复杂不了的 那最后的话就是说 其实怎么也复杂不了的 因为有share responsibility 的模特的关系 你选择Ice、SaaS、PaaS 的模特都复杂不了的 好了 那我给你们多一点点时间 你们还有 这里大概十多秒钟 是的 那我还有10秒钟 好了 那我之后呢 就会停 就讲回答案了 好 还有3 2 1 好了 那我停了 好了 那多谢各位 那我看到很多人答案了 那就是答案的朋友 待会同时 都会和你们去联络的 那所以这部分呢 我就会再交回下一位了 好 麻烦了 Daniel 那在完了Webinar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同事呢 通知得障的客户的 好 那刚才那条问题呢 答案呢 就是DOT 好 那接下来呢 就 邀请John 其实我知道呢 Citic Telecom CPC 在去年呢 都推出了全新的 Trust CSI 2.0 服务 那John 可不可以说我们 说一下到底有什么新更新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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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C,我们的Security Service和SOC的团队 如何和SPUN这个优秀的厂家电产品 结合来帮助效果抵挡不同地方的网络威胁 我会示一下我的风格 我的表演主要都会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会来说今时今日IT的挑战 尤其是在疫情之下上了Cloud,上了SaaS platform 更加多的一些威胁 还有我们CPC,CSI的Manager Security Service 如何在这个Detection,Analyze和Response的那一部分 来帮到客户 今时的IT环境和传统都已经很不同了 以前大家可能都是一个System 都是在Data Center里面on-premises的设计 可以说和外界的接触也不算很多 自然而威胁也不是很严重 今时今日已经是说上Cloud,上SaaS 已经很多年了 又有疫情的这个关系 很多效果可能用户需要 Home Office或者Remote Word 造成其实IT环境越来越复杂 那边界越来越无 任何一个设计,Empire也好 Mobile也好 如果出了问题被compromised 都可以令病毒进入公司的IT level 影响它召唤伺服器 召唤DB 所以对IT来说每一个设计都需要去monitor 去分析 影响了很多不同类型设计的设计 都需要IT去分析 这是一个很 很花时间的事情 这是我们平时处理Security Incident的测试 相信大家可能也有 有认识过的 首先我一定是observe那部分 从最左边开始 企业也会有些firewall IPS, Endpoint, WAV 去做一些detection detect了之后 就会通过一些先的product 好像Spawn 去做一些correlation 的analysis 把一些forced alarm 就测试了 接着如果真的 有 incident发生的时候 不是forced alarm 即是有人在攻击中 那就需要一个 专业的团队 去做一些discipline making 即是分析 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应该如何去应对 甚至乎如果很严重 需要层层地exculate 接着 发现了这个研究完之后 知道应对的措施 可能就做一些acting 他说有IP攻击我 我在firewall上迫回IP 或者有些end point 真的 compromised了 我要去discipline end point的level 整个incident的处理flow 就是这样的 也会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问题 首先刚才提到 就是会有很多forced positive 虽然我的protection似乎 很完善 我什么都有 Firewall都有 IPS, Endpoint, WAV 就是想到的我们 也有 但是 会有很多不同的forced alarm 走出来的 第二就是不同类型的vendor 都要去manage 不同security的brand 对IT同事的knowledge来说 都是一个可能压力的 第三就是在做这些分析的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well-trained的 IT同事在security方面 是有足够的knowledge 或者skill set 可以去 应对这些安全事件 当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 快速地去 分析 找到应对的这个措施 还有第四 真的有应对措施 很多时候 都是一个menu的response 例如你在firewall里 blog IP 你也要 有人手去lock in 然后再打完 打完policy 第一就是慢 第二就是有机会 打错 或者有些 human的mistake 这个也是普遍的一个问题所在 这个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 假设一个做trading的公司 他 可能收到下户的投诉 我这个trading system 就不成功了 那么 中间在里面做trouble shoot的时候 就因为不同team 都是monitor着 或者manage 不同的这些device levelteam就纯粹看回level的 applicationteam 就看回他自己 application那边的问题 db就是测灌db的 甚至 刚才daniel说 你上了cloud 可能有一部分责任 又是cloud provider 来manage的 有一部分 出了问题之后 很多时候 dteam 都是focus 我自己那边 是没有问题的 就没有一个综合性的分析的平台 去把所有的这些事情的lock 或者发生的事件 去做一个集中的分析 那变成整个问题 就会解决很长时间 这波就踢来踢去 最后 才花很多时间 才解决得到问题 或者导致的 那个root cause 第二点就是 在security方面 可能management 看到有一件事件发生 就会说 我会不会有份report 去看看 这个事件 是什么原因 怎么处理 未来怎么防范 很多时候 就未必有过这样的reporting tools 因为有机 可能解决了 但是 就没有一个report 可以做出来的 或者需要人手去做 第二就是老闆可能都觉得 我想看回我的公司 或者上了cloud之后 这些system 在monitor 有没有一个portal 让我看着 如果有安全事件发生 我是随时可以看到的 DIT可能都说 暂时都没有这个portal 给你看 可能我也是收入 有事才去处理 老闆可能又会问 去年投了那么多安全的资金 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 有没有 去年的一些事件的summary 这个时候可能 也是没有的 因为始终都没有一个 很完善的reporting tools 去做 每一个device都是在自己 发现自己上面的一些事件 所以透过 这个场景都可以感觉到 其实安全在这个可视化的 过程中都比较弱的 因为很多时候 你真的防了 解决了事件 但是在老闆面前 就未必见得到 因为 其实安全是一个类似 就是买保险的 这样的东西 如果老闆是见不到 会有一个 一个可视化的 或者是RI的 他很难会持续地去投入 去做这个安全的 所以怎样被老闆看到 有些中华性的report 有些portal 可以模仿到整个 公司的 很值观地看到 安全事件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 说回现在 IT 会面临的一些问题 下面我会说 我们 CPC、XCS、MSCS的这个服务 以及我们SOC的团队 怎样可以结合SPUN这边的 产品 帮助下 会解决 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MS Service 可以跟不同的 伺服器、 器材、 Application、 DBA都可以做 Integration 完全Native 可以收到 不同类型的 这些设备 或者应用 Dlog 当然我们 底层都是用SPUN的 SIM 所以刚才 说到的那场景 虽然下户的环境很复杂 又有PIM的 环境又有Cloud 又有SaaS 又有不同的Application 又有不同的DB 甚至有有 Mobile Employer 我们完全 都可以把那些 收拾回来 做回分析 主要的 Delivable to customer 就会有 几点 第一我们会 根据下户实际 的这个情况 会提供 律 这些规则 虽然SPUN是一个很优秀的 新的Product 但是 始终它收回来 Log 就 不同项目的需求 可能都会不同 我要继续的 用户 要做的 产品都不同 有些银行业的客人 可能他想继续 Seraf Seraf 2.0 今年都会 出的 有些可能 Security 想根据 SFC 的一些 Security 的要求 去继续 可能有些银行业 想根据政府的 S17 G3 这些 Framew 去继续 用户 这个我们CPC 都可以 应对客户的需求 去customize 这些 Rules 然后 就是我们 customize Rules 然后也会 帮助 做一些 monitoring 即是 如果有任何 incident 发生 我们都成为可以在15分钟之内 通知到给客户 还有 可以帮客去做一些分析 就是说 你有事件发生了 应该怎样去 应对 怎样去处理 给一些 建议给客户 之后也会有一个 叫做 report 给客户 就是说 你的事件是怎样处理 哪些流动 利用了 未来应该怎样 再去优化 去防止这些事情 再发生 还有也会有一个 monthly regally review meeting 就是说 和你review之前的 一个trend 还有一个online portal 客户可以随时 订阅进去 就看回你整个 IT environment 我帮你盯着的 整个environment 这个security status 如果有人 能看到的 incident detect Portal上 也会看到的 以及可以随时 raise ticket 给我们的后台 这个也 解决了安全 可视化的这个问题 即是给客户 包括他这些management 更多的visualization 在他自己的 内部IT的安全环境 这个表 也是我们可以基于 Splunk的SIM 所拆出来的 use case 除了刚才说到的 一些regulation 比如seraf G3 S17 G3 这些 我们都可以 基于下户 一些particular 的需求 比如说 web education 是很重要的 或者经常 受到攻击的 我们可以根据 它的web education 去查 或者email 那边 他的 attack 或者有时 fishing attack fishing email ransomware 都比较多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 email那边 去继续一些use case 包括end point 刚才说到 是flat,detail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帮你 继续不同的use case 来 监察 monitor 你有没有事情发生 当有真正的 一些严重安全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专门的 IR team Instant response的 会帮他 去分析的 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workflow 就是我们修不同的lots 刚才也说到 做一些综合性的分析 当真的有alert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 SOC的同事 包括我们很有经验的 Security Analyst 都会对这个安全事件 做这个 分析 然后建议一下 会应该如何 去处理 然后事后 一些forensic 找到根源 和出一个 post incident report 也会提供 这个项目的 也会定期 针对这些use case 做些finetuning 比如forsalarm 比较多 会 tune一些flashhold 或者某些安全事件 攻击是经常出现的 会建议一下 社会应该如何 预防 这一句 我们之前帮校户处理的 Ransomware 的例子 Ransomware 其实也是一个 comment的 而且校户也很害怕 因为确实是 直接针对你 最有价值的数据 你一中 数据锁住 你就基本上 是做不到任何的 亦是一个很严重的 损失 你说level down了 慢一点 都横后 但如果数据没有了 用不了 其实整个业务是很受影响的 所以很多的客户都 concern 就是我有没有 受到攻击 或者我 真的受到攻击的时候 是哪几部商法受到 会不会散播 或者我有没有 一些潜在的 威胁 这个都是 客户是 很concern的 我们针对 这个Ransomware 就会有 IR的 procedure 第一就是如果 如果incase他真是 不幸运中了Ransomware 我们会 identify他的impact scope 就是你受到的影响是多大 你究竟是 几部机能中到的 还是大面积 其实end point 都已经 中了 第二就是我找回patreon zero 就是说你哪一部机最先中 是很 很重要的 包括第三部 就是为什么会中 因为Ransomware 大家如果知道 都有 不同的渠道会中的 比如说你的OS有漏洞 那些critical的patch没有打 有机会进来 你的website application 这些code写得不好 可能有些漏洞也会 进来 或者你有些员工不小心 打开了一些有 纳索病毒的email的附件 或者文件 或者去一些 不知道什么网站 下载了一些 恶意文件 都有机会中的 所以 这里也要 跟客人看看 他究竟是 什么原因 他中了的 接着呢 就帮他做一些 reconstruction data 例如他有bear 可以帮他 去倒 接着呢 就清理内部的 thread 譬如说你是一些 原本不想开的 你应该加强 员工的一些 security awareness 的training 包括用sandbox 的solution 对一些可以 文件 过来的 如果你是一些 OS那边 过来的 你要把你可能 公司所有的OS 看看有没有 patch没有打 就立刻打 或者website那边 可能一些coding 要再review 或者做一些wannabine scanning 去找回它的流动 有些针对性的 建议 然后最后 会出一个 post-extended report 去解释 整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 IR team的同事 针对 ransomware的场景 会帮他 去做的 接着 刚才说到 Instant response 如果你真的有些时候要 去处理的 一些routine的操作 比如刚才我说到的一些 例子 你要去blog一些 IP 在firewall上加一些policy 或者 去discord某些end point 这些routine的动作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一个 叫做sore的product 去做的 那我们 soc也都可以基于fantum spunk的sore的product 叫做fantum 去砌一些对应的 的use case 或者我们叫做 playbook sore这个也是一个 挺新的product 以及 如果没记错 在seraf2.0里 其实也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证明其实 当然soreaf是针对香港银行业 但是慢慢的 其实这些framework 都会应用在不同的行业 说明sore 也是一个market trend 可能其他行业的 一些regulation 或者慢慢的项目 都会开始 去采用一个这样的 自动化的软件 软件 sore的use case 就是我们可以帮一下 砌的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刚才说的 当你有一部 end point 可能中了读的时候 当然是 是由我们的mss 即spunk 会帮下围 monitor 它的log 当分析完之后 发现你真的中了读 以往 可能那个耳朵 就传给客户的it 可能他晚上就起床 去block 那个desktop 或者有机会 就不小心打错 或者应对 就比较慢 如果有了sore之后 其实可以将那个耳朵 射给sore的software 即spunk的fantum 我们在fantum里 砌一些 做作为playbook 他可以自动看到这个 anert 就订阅 那个end point 可能 召唤 进入 end point 然后 blog 这个 整个流程 就完全可以做到 这个自动化 不需要任何 human interaction 那这个表呢 也是讲回我们 cpc可以 based onspunk fantum 帮下砌到的 playbook 包括可以与 现有环境中间的 EDL 或者一些sandbox 或者一些 LDAP 甚至一些 Thread Intelligent source 去做一些 Integration 接着 继续一些自动化的 针对不同场景的 一些 应对的手段 也可以基于 不同类型的cloud的 Provider 去继续对应的 这个playbook 也是 刚才Daniel提到的 其实你 不单止 客户是一个 安片的 环境 现在越来越多 都会上 AWS 上 Azure Google 这些cloud 在上面 对应的 同些cloud Provider 去integrate 这些 playbook 我们都可以 帮助 去继续 这个表达 这个表达就是 我刚才介绍的 我们 CPC SOG Service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有monitoring 事前的预防 到 response remediation 即是事中的 响应 解决 去到 report summary 即是事后的 一些总结 一些improvement 其实我们都完全可以帮助 去cover得到 这里也值得看一看 我们的 MSService 刚才也有提到 是based on SPUN的SIM SOR 就是based on SPUN的Fantum SPUN都是 一个 Market Leader 我们在香港 也是SPUN的 最closed partner 我们是他们的 MSP 就是managed service Provider 以及我们soc的 Data Center 都是724 这个值得一提 就是 我们除了在香港 有两个soc的 data center cct 和alc之外 我们在大陆 其实也有上海 和北京的两个 data center 以及两个soc 因为大家如果有了解到 大陆其实也有一些关于 安全方面的reparation 包括 网络安全 甚至乎 等保 其实里面也有要求 例如你的lots 不可以射出去 大陆的 你的团队 都要local 去做这些分析 如果有些客户 或是大陆有business 需要compine with DD regulation 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到 因为我们 大陆那边都是local team 去帮客 去做这些 分析 应对 所以 我们大陆都有很强的 这个团队 接着这里就说 我们manage security service 加上我们soc 加上刚才提到的 EDIR的 ability sore的ability 共同 一起帮客 可以更快 更准确的 应对 就是 e security incident 刚才mandy也提到 我们去年 出了csi 就有一个新的 product portfolio 到我们出了csi 2.0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公司 在不同的product层面 不断地去更新 希望令到我们的 服务内容 我们的能力 都可以 最贴下market的 这个需求 贴下下户的 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出了csi 2.0 除了刚才提到的 给予一些 spunk可以做到的 flat detection response 亦都有 one-off proferential service 帮助做一些 网路边scanning Pan test Firewall migration 包括针对一些 Security device的management 甚至乎一些 behavior 的analysis UEBA Surface 我们出了csi proferential service 其实都可以帮 去做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 这方面的需求 也可以找回我们同时 去资讯 好 我今天的分享 就这么多了 都有一条题目 就需要大家帮手 回答 和达得快又准的同时 就可以有精美的 精美的 精美的 奖品 好 我现在就 继续 回到题目了 大家应该都可以 看到的题目了 就是 Select a key benefit that Trust CSI MSS bring to customer 就是 我刚才介绍的 我们MSS的service 在哪一点 是最多可以帮到客户的 A就是 reduce Force alarm B就是 Regular Security report C就是 Efficiency Incident Detail Investigation response 我给大家 大约30秒的时间 我看到 有些听众都已经 投票了 好 好 时间也好,我就做个sharing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C的 其实ABC也对的,刚才我提到 都可以帮它reduce force alarm 或者有些regular的report 但是C是最完整的 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security product 或者solution 都是想让我们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更加准确的认定 更加快速准确的认定 所以C的答案是最完整的 多谢大家的时间 我就交给Mandy 好,谢谢John 听完了Daniel和John 两位精彩的presentation 相信他们的分享都有所得着 希望大家在未来 会继续参加和支持我们举办的活动